来到永康街 大家通常都只会想到芒果冰 但是其实呢 现在在这个捷运站外面的 这一条一级站区 有越来越多的冰品业者 还有饮料业者 通通通进驻到这里来卡位了 像是这一家 他们就是主打呢 用台湾茶做的冰淇淋 可以看到在这个冰柜里头呢 其实有包含了 像是日月潭的红玉红茶 还有像是这个包种绿茶 像是老板手上的这一支呢 这个包种绿茶 它就是茶香味比较重 而且甜度比较低的 来听一下民众怎么说 我觉得挺好 反正挺合我的口味 因为我还不太喜欢吃 特别甜的东西 这个刚刚好 我觉得台湾的茶 我每次回大陆 都要带很多回家 然后觉得不错 口感也蛮细腻的 好 还可以听到呢 其实民众他们刚刚试吃之后 都表示说 其实这个甜度还蛮低 蛮能够接受的 尤其像是一些观光客 他们本来就喜欢台湾的茶 那有像是这种 台湾茶做成的冰淇淋 他们也很喜欢 不过这样子一球呢 价格要一百二十块 另外像是另外一家 它是主打传统的芒果冰 他们搬进永康街之后 也做出了创新 像是秋冬之后 也会推出一些可颂冰淇淋 另外还有小朋友很喜欢的 上方有加了 跳跳糖跟珍珠的双色怪兽冰 也是很受欢迎